不再是疫苗孤儿 就在昨天晚间 食药署核准12到17岁青少年 能施打莫德纳疫苗 也就是说除了BNT外 多了一种选择 但指挥中心强调 莫德纳还是优先保留第二剂 给打过第一剂的人 会是进货量在做后续安排 原本台湾只开放BNT疫苗 给青少年施打 但根据美国最新研究指出 12到17岁的青少年 兼种莫德纳安全性可以接受 而且免疫反应 与18到25岁的年轻人相似 而欧盟药品局和英国 也已经通过免疫桥接方式 开放青少年施打 国内专家也认同 莫德纳在免疫桥接的显著性 安全性的话 从研究数据看起来 青少年的免疫反应 影响的一个不良事件 它的发生率跟成员 是没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青少年最快开学后 就能打到 但疫苗并非万灵丹 国内就出现9个人 完整接种两剂AZ 人确诊 其中有3例是 Alpha英国变异株 有5例CT值高 大于30无法定序 1例定序中 但都是没有并发症的 轻症患者 突破性感染比率 为10万分之三 但毕竟有打疫苗 还是比没有打疫苗 来得好 面对强悍的变种病毒 谨慎防疫外 当务之急 要解决的还是 疫苗荒 八大新闻留言 卢志行 台北采访报道